現在很多年輕人喜歡互相問 你在哪裡work out 可能指的意思是說你在哪個健身房健身 或者你在哪裡健身 但事實上work out這個字呢 還有更多的意思 它指的可能是一些鍛鍊 一些訓練動作 例如你可能要針對你的大腿做訓練 針對你的肩膀做訓練 這個東西我們都叫work out 或者是一個運動員的訓練 我們也叫work out 通常這個運動員的訓練 都是非常艱苦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 That was a tough workout 這是一個非常艱苦的訓練 我們就開始了 現在的運動員會有多大腿做訓練 是否有多大腿做訓練 現在給我40 妳說20 妳想贏這個競爭,對嗎? 相信我,我的小蘭波 相信我,我會帶你獲勝 現在給我50 100 1,2,3,4 現在很多女孩子在一起到健身房 就聞之色變,因為她們害怕去太多健身房 會變成肌肉美女 沒錯,我們在這個健身房裡面 可以看到很多機器或者是啞鈴的訓練 像這一類的訓練呢 真的是會讓妳變成肌肉美女 這樣的訓練我們叫做重量訓練 也就叫做weight training 那也給妳一個良心的建議 如果你只是為了身體健康的話 你可以多做一些所謂心肺功能的訓練 我們叫做cardio-vascular exercise cardio-vascular exercise 就是心肺功能方面的訓練 包含有些什麼呢? 例如女孩子很喜歡跳的健身操 aerobics 或者現在非常流行的這個 yoga yoga 瑜伽都可以對妳心肺功能非常有幫助 除此之外呢 最棒的一個運動應該就是游泳 不但可以運動妳全身的肌肉 還可以幫助妳的心肺功能 就叫做swimming swimming 所以心肺功能的訓練我們就叫做 cardio-vascular exercise cardio-vascular exercise 記得要常做喔